视频中惊悚的一幕发生在南京市秦淮区 一辆宝马车不仅无视红绿灯 还以每小时195公里的速度 狠狠撞向一辆正常行驶的马自达轿车 顷刻之间马自达轿车归飞烟灭 车内两人瞬间飞出驾驶室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事件发生后宝马车主却肇事逃逸 只留下两具受害人的尸体和满地的狼藉 现场惨不忍睹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肇事司机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事情发生在2015年6月20日下午 王岐进驾驶宝马车一路狂飙 很快车速就达到了每小时195.2公里的速度 但是他却不管不顾沉浸在飙车的快感之中 等来到南京市友谊河路与石阳路十字路口时 此时直行和左转机位红灯 所有车辆都在安静的等待信号灯辨率 等到信号灯辨率后 出租车正常左转 一辆蓝色的马自达轿车准备执行 此时王岐进走的车道处于红灯状态 但他不仅没有减速停下 还驾驶着白色宝马车 不管不顾的冲了过去 马自达轿车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瞬间撞到旁边的公交车上 一时间天上地下 全是散落的汽车零件 而宝马车还没有停下 即连撞到对面的几辆车后 又往前冲了近50米才停了下来 现场一片狼藉 宝马车的车头受损严重 挡风玻璃被撞得稀碎 驾驶室里还残留着点点血迹 而直接被撞击到的马自达轿车 情况则更加凄惨 车身已经被撕裂成两半 车内的两个人员被甩出去十几米远 女子躺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 男子则被甩到了对面车道 一辆正在等红绿灯的出租车下面 两人均当场死亡 而宝马车主王岐进 却在酿成这桩惨剧后 趁大家不注意 赵氏逃逸了 由于事故发生的太快 以至于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看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没有人看清赵氏司机的相貌 警方只能先收集现场目击者的证词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警方突然接到报案 对方声称 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出现在了友谊和的泵房附近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 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内 经过证实 这个男子就是赵氏逃逸的宝马车主 王岐进 被抓后 王岐进的情绪明显有些亢奋 无论警方问他什么 他一概不予回答 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说一些 谁都听不懂的话 甚至还出现了自残自伤的行为 还狠狠的将头撞在墙上 现场的民警赶紧上去制止 但王岐进却并没有停下 这种自残的行为 为了防止他再次伤害自己 民警只能给他戴上头盔 虽然王岐进已经落网 但广大网友们却认为 这起案件存在众多疑点 这是发生在南京街头的惊险一幕 一辆宝马车 以每小时将近200公里的速度 禁止闯过红绿灯 瞬间就将一辆正常行驶的 马自达轿车撕碎 车内两人被甩出十几名员 当场死亡 现场惨不忍睹 而宝马车主却肇事逃逸 事情曝光后 网友们对宝马车主的行为 产生了怀疑 由于近年来频频爆出 豪车出事后找人顶包的事情 为此网友们纷纷质疑 宝马车主是不是也找人顶包了 其实并不怪网友们产生这样的质疑 因为事发当天 网上流传着一个身穿蓝色短袖 黑色短裤的男子 被押送到派出所的视频 而随后警方公布的照片 却是一个浅色配深蓝色上衣 灰色裤子的男子 为此才引来众多猜测 但从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来看 宝马车主 无论是穿着还是身形 全部与警方公布的照片一致 并且经过血型对比 也是与宝马车上的一致 因此排除了被顶包的可能 由于事发当天 宝马车主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95.2公里 不仅超速还闯了红灯 为此网友们纷纷猜测 宝马车主是不是处于醉酒 或者吸食什么东西后 神志不清的状态 并且警方还在现场 发现了一包神秘的白色粉末 而现场的目击者更是证实 这包粉末就是从宝马车上掉下来的 警方迅速对宝马车主进行了尿检 结果显示为阴性 那包白色的粉末 也只是类似于淀粉的东西 而经过血液检测 照尸者身体里并没有酒精的成分 因此也排除了酒驾和吸毒的可能 随后眼见的网友又发现 照尸的宝马车主悬挂的是陕西车牌 而照尸者王继静 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 平时工作也在南京 为何会悬挂陕西车牌呢 经过调查宝马车的上户信息 为陕西的徐某 但因为债务纠费 这辆宝马车被多次转让 最终于2015年初 被照尸者王继静 以40万的价格买了回来 由于这辆车2014年被法院查封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查封期间不能办理车辆变更和过户手续 只有车辆的使用权 因此王继静才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既然这么多疑问全部排除了 那么王继静究竟为何当场 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 纷纷猜测他是不是什么家里有矿的富二代 针对王继静的身份 警方也很快给出了回应 王继静江苏静江人 今年35岁 目前居住在南京市江陵区 父母刚开始都在静江老家务农 1992年 其父亲来南京打工 小友积蓄后 就在某装饰城经营水电材料 2006年 由于身体逐渐粘迈 因此将店铺交给王继静经营 而他母亲则没有工作 由于他们的店铺开得久 因此市场里很多商贩对王继静的评价很高 在他们的印象中 王继静老老实实 平时开车也非常稳 因此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从现场的监控视频看 王继静显然非常疯狂 那么他究竟为何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呢 宝马车主 以每小时近200公里的速度 瞬间将一辆正常行驶的马自达轿车撕碎 车内两人被甩出十几米远当场死亡 其家人悲痛欲绝 而宝马车主不仅肇事逃逸 还妄想逃脱法律制裁 那么他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 据了解被撞毁的马自达车主名叫薛薇 才刚刚25岁 当天正值端午节 薛薇的亲戚朋友欢聚一堂 准备一起吃个团圆饭 薛薇准备将同事刘女士送回家后 就回去吃饭 为此他专门给父亲打了电话 却怎么也想不到 这竟然成了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通电话 事故发生后 薛薇的母亲悲痛欲绝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眼泪都已经流干了 薛薇的父亲强忍着悲痛 为儿子操办身后事 老两口都没有工作 又只有薛薇一个孩子 日常开支全靠薛薇一人 薛薇薇身体也不好 平时需要吃药为止 如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都没了 以后还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薛薇的父亲想让儿子入土为安 但现在他们却连给儿子买墓地的钱都没有 搜到这里 薛薇忍不住的哽咽 而刘女士的母亲 更是在事发的街头嚎啕大哭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令人闻者落泪 然而这边悲伤的情绪 显然没有影响到王继进家 据薛薇表示 出事后王继进的老婆曾找过他们 他不仅身穿红色衣裳 还对整件事都轻描淡些 仿佛这压根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为此薛薇非常气愤 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 王继进的行为 竟然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罪 要知道交通肇事逃逸 最多也就判七年有期徒刑 王继进的行为判处七年 怎么说也太轻了吧 这样的刑罚 自然无法令死者家属满意 随后他们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起诉王继进 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可判处死刑 两条人民瞬间消失 两个家庭为此被毁 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纷纷表示 被判死刑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王继进的家人却表示 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事发的时候正好犯病 精神处于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为此不应该被判得那么重 经过传为脑科专家的检测 最终证实 王继进确实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因此最终只被判处了11年有期徒刑 针对这起案件的结果 你们怎么认为呢